大家好,我是哲伟 那我今天要提的提案是 台湾好植地Patch by Planting 那这个提案针对其实就是想要找出 增加树木或增加绿地空间的一些机会 那在国际上也有一个针对全球尺度的研究 他去研究说 如果找出这些无数土地 然后透过补植的方式 对于二氧化碳的减碳来说是很有机会的 那我们透过几个简单的步骤 想要把相关的研究应用在台湾的尺度上面 透过算数 因为我们要找到空间 反而是要先找到数在哪边 那接着就是找到一些潜力的用地 那再进行一些评估跟补植 那图资的选择上 我们使用的是卫星的资料 因为它的覆盖率是整个国土的尺度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个覆盖全国的一个图资来推论说 这些潜力可以补植的地方 它甚至还可以算出几颗几颗的一个 大概就是270万颗的机会 但它里面都有很多个推估的一个假设 那也邀请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讨论这个研究的方法 那我们都把一些潜力的找地的结果 已经放在线上地图上面 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去参考 那其中有几块我们称之为指标基地 例如说在中东府前面有两个停车场 那其实它是一个广场用地在都市计划的用地来说 那它周边呢 我们有发现到有72颗行道树 那这个行道树反而跟它隔壁的公园行道树来说 好像比较小比较矮 甚至我们都可以说它是有点平头的状态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 我们首先在先调阅的就是台北市行道树的资料 发现到这边是的确有列册72颗 但是并没有去描述它为什么是平头 那我们想到是会不会是跟历史的这个渊源有关 因为这边附近是总统府等等 所以我们发现到在中原院的历史图台上面呢 在1945年的美军航照影像 我们发现到这其实这两个广场都还不存在 反而上面其实有一些建筑物跟官设 但是在1945年的6月17号的照片来看 官设不见了 甚至总统府好像也有些受损 也就是我们在讲台北大空袭这样一个轰炸的过程中 把这两个所谓的广场用地 其实前身就是建筑物被轰炸掉之后 把它保留下来变成一个空的空地 那接下来应该在战后的时候 大概都是以停车场为主 那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号召大家来参与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去探究这72颗行道树的绅士谜团 但反映的也就是我们找出这些潜力用地之后 它的特色或者故事或者到底为什么会好像保持一个没有补值的状态 它可能每个基地都有它的一个特性 那另外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行道树 因为在卫星资料的尺度上 它对于行道树的解析度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想要去参考在MIT所释出的一个叫Tripedia的研究方法 它是针对Google街景来去计算它的街景率视率 所以或许这个方法就可以协助我们去找到台湾在行道树的空间上 比较有机会补值的地方 那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希望透过 我们其实同时今天有参与总统配黑客松 那透过三个几个比较关键的环节 我们希望把这个行政机制的流程建立起来 那在未来上我们可能每个部会的潜力用地 它可以透过卫星的检查 检查出来这些清单 有一些是可以提供民间来认养 或者机关自己主动补值 或者说它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它可以抛出来让我们用一个参与式的讨论 那这一次我们也有邀请 有两位法国建筑师的朋友 邀请我们一起参加 就是他们有曾经做过一个线上的工具 例如在画面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大的 好像一个大的空地 那他们透过这个线上工具 可以让民众去做一些拼贴 也就是这个空地未来可以增加什么样的设施 或增加什么样的数目 用拼贴的方式在线上提供它的愿景 所以上述这三个工作方向 大概是我们今天黑客松 想要邀请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工作 那以上是我们的提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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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